我们开始题目 组法平面上 若直线y等于ax加b 其中ab为实数 与二次函数y等于x平方的图形 恰较于1点 一与二次函数y等于x-2瓜平方 加12的图形 恰较于1点 则a等于多少b等于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将这y 这里的y以ax加b带入 所以呢我们可以写下这是 这ax加b 这是等于x平方 那么一向过来我们得到x平方 减ax-b 这等于0 那么因为 这两图形恰较于1点 所以呢 这个式子的判别式要为0 所以呢我们会得到 这是负h平方 这是a平方 然后减掉4乘以1乘以负b 那负得正我们写加 然后这是4b 这等于0 好我们假设这是第一式 那么接着 一样这里的y呢 我们以ax加b带入 所以呢ax加b 这等于这是x-2 括号的平方 然后加12 那么这时候 这里我们乘开来 那这是ax加b 然后等于 这是x平方 然后减4x加4 再加12 再加16 所以呢我们将ax加b 一向过去 那么可以写成是 这是x平方 然后减号提出来 这是a加4 括号乘以x 然后这是 加16-b 那么提出一个减号 这里写b-16 这等于0 这时候因为两图形 恰交于1点 所以呢这个式子的判别式要为0 因此呢我们会得到 a加4括号的平方 然后减掉 4乘以1 再乘以负的b-16 那负得正 所以再加 然后4乘以b-16 这等于0 好 那我们假设是第二式 这时候我们要求a跟b是值 那么我们就是要去解 这个连立方程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2式相减 那么相减呢 这里乘开是4b 所以可以跟这4b消掉 所以呢我们直接2-1 得 那么前面这一项呢 是a加4括号平方 然后去减a平方 所以呢 这是平方x 我们直接写 这两个相加 是2a加4 那么去乘以两个相减 这是4 然后这里呢 4b消掉了 所以这里会留下 这是减64 这等于0 所以呢 我们一项处理 64一项过去 然后同处理4 我们得到2a加4 这是等于16 因此呢 2a就是等于12 我们可以算出 a等于6 这个答案 那么这里呢 我们a以6代入 所以呢 这是6的平方 是36 然后加4b 这等于0 因此呢 我们算出 b等于-9 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这题答案 是要回答 a等于6 b等于-9 这个答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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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